謝謝 謝謝 民主黨總統候選空哲 搶攻中台灣 一連兩天狂掃台中彰化 台中選民跟天氣一樣 相當熱情 一起跳投 跳文章 謝謝大家 我第一次跳到你 恐龍都那麼誇張 粉絲變裝 暴龍青蛙 抽襲襟 相較過往年輕支持者多 這回還有民眾高舉 這次聽孩子的話標語 不只支持者年齡層 似乎擴大也喊出 超越藍綠 超越藍綠 再求勝利 中台灣在台灣的選舉期間 就是一個搖擺座 所以一般在中台灣會贏 大概選舉就贏了 柯文哲 立憑陸戰 空戰也沒鬆懈 絲毫接受台志願訪問 被問到兩岸關係 是否認同一中原則 柯文哲這樣說 接受一個中國嗎 我的回答是說 從世界上沒有人這麼說講的中國 然後呢 然後就混過去了 柯文哲一番說法 引起討論難道是主張一州一台嗎 當前世界主流意見 不認為世界上有兩個中國 好 句號 柯文哲似乎不想多談 只是連日來 因為說出台南沒社宅 和台南市長黃偉哲隔空告上 黃偉哲臉書怒嗆造謠 炮轟 全台都在看柯文哲秀下線 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年輕人講的 你到底有沒有房子讓他住 這才是重點嘛 看你永遠講規劃的 旋鎮倒數 除了陸軍巷陣 柯文哲左打籃 右打綠 繼續為自己創造聲量 所以我們完全好想要台中